2019年底 中共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 在武漢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被感壓力 議論紛紛疫情的真實情況 英國即將在週二上映的紀錄片 將揭露武漢醫院是如何遭到中共競爭 中共又是如何掩蓋疫情 當時武漢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已經知道這起瘟疫會人傳人 而且和所謂的野生動物市場沒有關聯 然而中共卻對內要求醫院噤聲 隱瞞實際疫情 對外宣傳一切都來源於動物市場 只要關閉市場消毒就天下太平 而美國國務院上週發表的事實查核報告指出 早在二零一九年秋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員就已經染疫 並明確點出從二零一七年以來 武漢病毒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共軍方進行機密研究 包括動物實驗 並且至少從二零一六年就已經開始研究 RITG13冠狀病毒 這個技術可被用於研發生化武器 在辛巴威出現第二位部長哥拉瓦金貝 因為中共肺炎失去生命 國防部長穆行古里在接受採訪時痛哭失聲 痛疲病毒源起於中國 而中共搞砸了實驗導致病毒傳播 還說我們把他們當成朋友 看看他們把我們帶到了哪裡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去年五月通過決議成立獨立小組 在十八號將提出其中報告 指出世衛在驗證疫情報告 判斷是否會大流行及部署資源阻止疫情方面能力嚴重受限 令人震驚 新唐人演的電視江紫陽編譯